只要是你们想吃的,我都会用心去研究做法 一位粉丝朋友想要酱果的做法,我研究了好久 终于把它的比例配方给研究出来了 特别好吃,放学回家的儿子一口气吃了两个 做酱果我们先炒馅,这个馅料要用到冬笋 笋我们给它切片焯水,然后切丁 豆腐也切丁,然后把肉末准备好 我今天这个肉末油不够多,炒好以后又加了一点油进去 因为这个馅料如果油不多的话就不好吃了 然后下冬笋,冬笋可以在油滋滋的肉末里面翻炒个两三分钟 这样可以有效去除冬笋的麻味 再加入豆腐丁,今天用的这个是老豆腐 不用过分的去炒,放下去以后小心翻拌两下就可以 酱果就要用到豆瓣酱哦,放个一两勺进去 翻拌均匀了以后尝一下咸淡 然后呢再根据自己的口味适量的再加一点生抽 还有老抽 再次翻拌均匀了以后就可以出锅啦 今天做两个口味,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 这个馅料炒好以后最好放冰箱或者室外温度低的地方冷却一下 等汤汁凝固了再煲的话会比较好操作一点 再来准备关键的酱果皮配方打在屏幕上哦 就用常温的水就可以了 给它们搅成一团一团的 然后上锅蒸个半个小时左右 等时间到了拿出来以后要趁热的去揉它 所以要戴一个手套 或者是家里有那种揉面袋的 可以放到揉面袋里面去揉 因为它这个会比较粘 所以我们揉的时候要边揉边沾一点清水在手上 揉到差不多比较均匀细腻了 就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冷却一下 等常温的时候再给它搓成长条 栽成一个一个的剂子 这些步骤操作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粘手的 我们都可以稍微沾一点水在手上进行操作 然后剂子变凉的时候我们就继续下一步 老家都是有那种直接压皮的工具 没有工具就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 保鲜膜上面放点菜籽油或者是其他的食用油 然后把剂子也涂点油 上面再盖个保鲜膜 用手稍微压一下 然后用擀面杖给它压得薄薄的均匀一点就可以了 把保鲜膜直接缠在擀面杖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从这一步开始 如果觉得粘的时候都是只能蘸油 不要去蘸水哦 面皮擀好可以包了 这馅料已经冻起来了 然后可以放一点葱花进去 尽量可以放多一点的菜 如果是新手的话菜鲜不要放的太多 因为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给它包成饺子的形状以后 我们还要给它做一个锁边 菜包的比较多 而且含有汤汁的 如果不锁边的话 很容易漏油或者是炸口 按照这个配方 这个大小可以做二十几个酱果 吃不完的就冷冻保存 要吃的时候可以前一天晚上放冰箱去冷藏解冻 可以蒸着吃也可以煎着吃 我喜欢用油小火慢煎 煎到表皮金黄酥脆的 听听看这个声音 你们就知道它有多么酥脆可口啦 而且边吃还边滴油 特别诱人 吃到最后一口还是馅料满满的 那边吃 就是 就是